181 星島日報 陳新枝有新主任中山大學教授 2015年7月27日每日雜誌A13為港會上月離任的浸會大學前校長陳新枝 作出任新職,出任廣州中山大學藥學院藥物化學教授 以及大學學委委員會主任中山大學歡迎陳新枝的加盟 稱對該校建設一流學科、拓展研究範圍、加速科研成果轉化 促進越港兩地合作、培養人才等均有積極推動作用 陳新枝是國際之名的有機化學專家在軍商不對線催化輕法反應 首性藥物合成等研究領域成績肥然在擔任浸大校長期間 一直爭取開設中醫教學醫院,雖任內未能成事 但相信今次擔任新職,是延續他對中醫藥研究底下的方向 於是延續他對中区的方向 好像是很快的一種 直播中 林智一貴那種